编译 王德华 据北约称 这是近一年来的首次此类杀戮 北约在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 受伤的军人目前情况稳定 正在接受治疗 事件正在调查中 北约没有公布遇纳士兵的身份 也没有提供有关事件发生地点的进一步细节 一名当地警察对法新社说 枪击事件发生在乌鲁兹甘省首府塔林考特的机场 在推特上 塔利班给出了乌鲁兹甘省首府塔林考特的位置 塔利班说 一名爱国的阿富汗士兵 向乌鲁兹甘机场的美国人开火 造成至少四名美国侵略者伤亡 目前 在阿富汗大约有14000名美军 为北约在阿富汗的使命提供支持 和训练当地部队的主要组成部分 最后一次蓝绿袭击发生在2017年8月 当时一名罗马尼亚北约士兵被杀 一年前 三名美国士兵 在阿富汗东部的南格哈尔省 被一名阿富汗士兵杀害 阿富汗和美国军队加强了空中轰架行动 对塔利班武装进行打击 在去年冬天异常激烈的战斗中 阿富汗平民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成为攻击目标 美国国防部本月早些时候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12月至5月期间 平民伤亡人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3% 该报告还发现 在当地巡逻艇和检查站作业期间 打死或炸伤的阿富汗部队人员 人数增加了1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